打开粽叶香喷喷的粽子让人忍不住食指大洞 不过现在这一口咬下去价格不菲 每一口都让消费者揪心肝 40到45现在45大概涨10块钱左右 吃习惯了就是喜欢吃吃一点这样子 吃习惯这味道不埋也不行 随着端午节脚步越来越近 许多店家也都开始忙着准备包粽子做生意 而这一颗肉粽里头配料不少 台湾粽大多用长糯米制作 里头有花生虾仁香菇栗子和瘦肉 但随着原物料价格波动 长糯米目前零售价每公斤45元 去年只要30元 栗子从每台金180元涨到220元 瘦肉每台金也贵了10元 算一算一颗粽子平均贵了一成 真长得很凶了 那我也要过节以后我就开始调整 那现在要过节前还不会 不会不会不可能 虽然成本提高 不过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 担心提前涨价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大多店家选择自行吸收差价 但一颗粽子动辄50元起跳 几乎相当于一个便当的价钱 也难怪消费者在打开皮夹之前 要先精打细算 感谢喜欢学与网民会谈到